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陈深的女朋友 我今天晚上不希望她出现在寿宴上 你让我怎么做 试镜啊 好的好的 她说她要去一个剧组试镜 但没有说去哪里 接到电话她就走了 她什么时候离开的 我想想 我刚吃完饭 好像是十二点半 陈深此刻在想 这会是乌龙干的吗 好像时间不对 十二点半的时候 乌龙应该正在赶去清风茶馆的路上 如果真是她掳走了李小楠 她应该当面以此时要挟自己才对 老头儿 电话那边到底怎么说呢 他让我晚上八点带一千块钱到肥皂仓库熟人 按道理说这 涂财的怎么找上你了 租金里有钱人那么多 轮也轮不到你啊 而且才要一千块钱 他也不嫌费事 扁头的一句话提醒了陈深 对方真的是图钱吗 还是另有图谋 晚上八点 如果要是在这个时间赶去肥皂仓库 那么只能缺席李莫群的兽炎 也许对方什么也不想要 只是不希望他出现在兽炎上 那么这个兽炎上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 阿达阿清 在 电影厂门口黄包车夫就那么几个 李小南跟他们很熟 应该见过他去哪儿 你们去打听一下 是 陈太太啊 我说你今天脸色不太好啊 你晓得吧 是吧 啊 我跟你讲啊 前几天我跟陈深一起出门的时候 忽然来了一群人就朝我们开枪了 我吓就吓死了 这行动处还真是树打招风啊 连陈深这种小人物都被盯上了 山海 你可要多加小心呢 我在行动处就是个新人 怎么能跟陈队长相提并论呢 今天怎么没有看到陈深呢 今天怎么没有看到陈深呢 不好意思 适陪一下 饿了吧 先吃点东西吧 好 没事儿 我给你拿个新的 没事儿 我给你拿个新的 唐太太 你太太吩咐 希望唐太太帮忙去解决一下 一会儿宴会烟火的问题 好 请 请 上海啊 上海 这位是做红木家具的王老婆 也是李主任的朋友 幸会 幸会 承门管长啊 幸会 烟火九点整开始 就在饭店正门口 有什么问题吗 你看到楼下那个人了吗 好像是有个人 但看不太清 那个人叫胡龙 昨天他在码头 跟一个叫刘三木的人交易烟图 他目睹了刘三木被人杀害 而他侥幸逃脱 现在他正在那里 等着跟毕中良见面 这个人知道一切军统的底细 包括你们来时 被捕的六人小组 上次在香菜馆 我知道是你救了我 现在我还你一个人情 军统要杀的人不是我 而是楼底下那个人 当然我知道 你也是不想我死的 所以 我想请求你 看在昔日的情分上 放我跟毕中良一马 请你等下来 你不是词我 这行不过 你为什么 我会有没有 最后一切 是 我不是 我不是 吃过 你 突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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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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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 感谢观看 一点点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们这儿 感谢观看 爸 刚才老碧好像找你呢 真的 他又回来就在找你 那我得去看看 待会儿我再找你了 其实这前面说人还不错 就是 我还是觉得陈队长不错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是吗 我还是不明白 你再说一下 好 饿了 去吧 吃去了 美娜 今天漂亮了 羞涩可餐 是这么说吗 是吧 你别去吃了 就看着我吧 您我交不动 我说陈队长啊 你什么时候不把吃放在女人前面 你早就找到媳妇了 头儿了解我 去 快去 来啦 这瓶子好少情 你好 谢谢 这瓶子都说我 别读我呀 这瓶子怎么笑呢 这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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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过去打个招呼啊 好 喂 我找毕处长 好的 请稍等 请问哪位是毕处长 什么事 有毕处长的电话 我去 我去找 我去订阅 我去订阅 你找我 我去到了 我去订阅 你住在a 我可以找我 好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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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你这样子 没喝八两也有半斤啊 你能撑到最后结束吗 怎么办啊 都是总部的人 全都是咱们的活胡子 不败不行啊 等一下我喝多了 给我扛回去 一定 一程 我们也该去给 舅舅敬酒了 好 这手完了就去 你是不是也得 带着我去给那兽星敬酒啊 还得抢在唐山海他们前面 走 走 不能电话了 敬酒中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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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那个什么 机要处的楼处长 送了李沫群一支小金服啊 我没有他那么才大气粗 我也不想跟他抢什么风头 你本来已经风头更大了 很多人已经看你不顺眼了 你好 麻烦借用下电话 好的 谢谢 谢谢 陈深啊 来来来 快来 喂 我找毕处长 听不清 来来 快来快来 李主任啊 刚刚还提到你了 钟离啊 走 上不了台面 害什么羞啊 来来来 请 喂 喂 我找毕处长 来 钟离 喂 大声点 我怎么听不清啊 喂 喂 喂 我找毕处长 喂 喂 喂 毕成 毕成 唐队长 赏脸 跳个舞吗 你们去跳吧 怎么的 跟我跳舞 还要寝室必成啊 哪有 你们俩快去 去吧 当然不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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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对 我还要再过一会儿回去呢 咱们敬礼和派对太太 干 谢谢忠亮 来 来 主人敬你 晨晨 你怎么还拿汽水啊 你今天要是不拿酒来敬我 别想出这个杯 主人 晨晨在为难晨晨 主人 来 我带晨晨敬您一杯 你带不了 这样 我不走出去 一会儿我翻着滚出去行吗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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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特工总部 敢拿 汽水来敬我的 只有你一个人 还不赶紧谢谢李初人 大人有大料 像李主任这样的大人物 怎么会跟我这种 无名小卒 斤斤计较呢 换成别人 早发酒食杯 早就轰出去了 来来来 坐坐坐 主任 总量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兄弟是有胆识的人 今天就算坐在这儿的是汪主席 你照样拿汽水来敬是吗 像李主任和汪先生 这样的大人物 才不跟我这种小人物计较呢 我哪有什么不敢的 我的眼光没错的 冲凌 这个兄弟一定要好好待他 敢于不阿谀奉承的人 取义拍马的人 才是能堪当重任的人 那是当人 对啊 对啊 我还好最近一直都挺忙的 你什么时候到上海来啊 玩玩耍 玩捧场 你给我哥生孩子了吗 生了 那 唐队长 你和毕丞是怎么认识的呀 亲戚介绍 那你们俩是一见钟情咯 是 我猜 是他嫌喜欢你的吧 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 你看 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身边肯定不缺女人呀 可是 你连送礼物也不会 自己结婚纪念日 也不小地庆祝一下 肯定没什么追女人的经验 要不是他主动追你的话 你怎么可能搞得定呀 看来柳小姐悦人无数 我说得对不对呀 毕丞是怎么追到你的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就是彼此觉得合适 加上亲戚狡猾 最后就定下来了 不会吧 我看毕丞成天抱着一本书 满肚子小女人情怀 要没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他能嫁给你 特别好 等我有空 就一定回去看你们 对 唐队长 都精神点啊 九点钟放盐花 吃的呢 你不是说给 给我们带吃的吗 就他能给咱们带吃的 想都别想 带什么 别动 带什么带上去吃 不是 出都一看我来了 给咱预备一桌 真的 等 等他完事 咱上去随便点 想怎么吃怎么吃 可以啊 变头 可以吧 你别吃啊 我 我 你 放盐花了 别闹 来 静静静 静静 好 盘花 盘盐花 好嘞 快点快 一会儿上去吃 快点啊 快快快 走 快 东东 快点 快快快快 快点 来 快点 李主任出来了 李主任 色米男赛 李主任 色米男赛 等等 铁头匠说话算数 你说要从这个地方滚出去 行 主任 我就是这个 我滚一个 走 好 好 行吗 主任 真有你的啊 是不是也行 舅舅 好 山海在这儿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祝李主任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好了 我和山海 要请大家一个生日宴会 对 好多人了 李某人表示感谢 一会儿呢 门口有南洋的焰火 请大家一起一步 共同观赏 李主任请 好 好 对 快了 我现在要和他们一起去看烟火 先挂了 请 这些可都是老毕的功劳 是吗 真是 烟花从南洋拉过来要花不少钱的 等一下 哎 等一下 我烟花了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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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M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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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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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闭嘴 闭嘴 我来处理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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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一会儿再说 没看到李主任放烟花吗 你干吗 有什么事一会儿说 我带你找李主任 仲良 你认识他 不好意思啊 李主任 是我的一个线人 看烟花 好像找你有急事 要不然你先去忙 不用 有什么事情 能比您的事情急 咱们先把烟火放了 李主任 先放烟火吧 好啊 变头 开始 快点 要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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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口令啊 预备 点 没有 什么 来 来 ɹَio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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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错了 零 Haben Plant 好 你看那边 穿ε 在那边 аш 阿弥陀佛 很好看 给我放的好靠啊 有刺客 有刺客 走 走 快 下人了 追 追 追 走 追 快 好 这边 快 追 快 快 追 陈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立成 赶赶救救 你没事吧 忠良 忠良 你不要紧吧 我没事 我没事 没事 忠良 你没事吧 没事 忠良 没伤着你吧 没事 李主任 原万一还不肯收我的 是他替你死了 谢谢啊 唐队长 谢谢你救我一遍 不客气 事发突然来不及多想随便调理 谢谢啊 唐队长 不用信 直到枪响的那一刻 陈生都不知道唐山海究竟是否会接招 不过电光火使的一瞬间 一颗子弹改变了在场五个人的命运 在乌龙冥丧黄泉 那样滴水不漏 但同时陈生也意识到 城府极深的唐山海 或许比毕忠良更难对付 万一他洞察了自己的身份 一旦涉及国共两方利益 今后究竟是敌是有 我仍然是个未知书 主任 前进去和别水押已经晚 好 好 好 走 陈队长 协助一下陈队长 是 点头 搬走 走 眼下最高兴的其实是徐碧成 终于不用再与星上人为敌 终于和他站在了同一条战线 这正是他最想要的结果 而在此时的毕忠良看来 刚刚发生的这一切实在太过蹊跷 乌龙的死 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对自己说 他要说的是什么 与陈深有关吗 是陈深瞒着自己做了什么吗 那一枪打死了乌龙 也将原本将要揭晓的秘密 永远地封存 是有人蓄意谋杀乌龙吗 但是 把乌龙推到自己面前的是唐山海 他与乌龙素不相识 他有杀死乌龙的动机吗 显然没有 难道真是巧合吗 这当中究竟有何玄机 比忠良一事也想不明白 来 等一等 还不是很晚 我觉得我们应该聊一聊 来 多喝点汤 我跟你讲啊 我那天呢 一进门 他们就把门给我反锁了 紧接着 就有一个穿黑色衣服的大汉站在那儿 小姑娘 想活命吗 想活命 乖乖听我的话 我一看 这是我戏呀 这我能看不懂吗 你们千万不要杀我呀 我娘还在家里等着我喝鸡汤呢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就问他们呀 咱们素不相识 你们想要钱吧 他们承认了 我又一想 这是考验我临场发挥的反应啊 回头 我把我男朋友介绍给你们认识吧 我男朋友很有钱的 只要你们让我做主角 我男朋友一定会把很多钱都给你们的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怎么样 我演得是不是特别好 可以当影后了吧 导演都夸我戏好 非要请我吃饭 要捧红我呢 我说李小楠 你跟几个男的待在一个屋子里面 你不害怕 怕 我怕什么呀 我都跟他们说了 我男朋友 特工总部的 他们一听脸都青了 紧着跟我拍马屁 后来玩牌的时候 都是故意输给我的呢 此时的陈慎心中 忽然涌起了一丝疑 李小楠 李小楠确实是外打正着 把一群贪财的绑匪 给玩的团团转吗 还是他却有过人的智慧 用装风卖傻的方式化解了危机 李小楠帮自己取回皮包之事 他忽然想到 毕中良若知此事 绝不会放弃寻找皮包的秘密 李小楠确实没有打开过自己的皮包吗 还是他以过人的本领 帮自己满天过海 甚至满住了自己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应该自作主张 去找陶大纯绑架李小楠 但你只要听我一句 我也不会一意孤行 事实证明 陈慎是可以被策反的 如果今天晚上她不帮我们 我们早就暴露了 陈慎的确帮我们 这是一个幸运的结果 但是这一切不能代表你做的是没问题的 我知道 陈慎可以不死 但我还是要提醒你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群豺狼之中 你犯的任何一个查错 都可能导致我们的死亡 包括陈慎的死 你今天打碎盘子的时候 枪响了你第一个扑向陈慎的时候 陈慎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又没有想过这两件事情 都会让别人把今天晚上刺杀案 跟你联系在一起 我知道我错了 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惩罚 我愿意接受你 这么多了 你应该是什么 我愿意接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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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